好了,回來了 講一下氣球的問題 再講一下陰謀論是怎麼說的 中國故意飛過氣球過去 BBC有一個特輯 BBC是很厲害的 沒辦法不佩服他們的軟實力 而且他們做出來的東西 坦白說 我接觸到的人 起碼有七八成都是信BBC的 如果你跟動防比 BBC的公信力當然有 那麼氣球究竟是怎麼飛去美國的呢? 其實電視一直都有報導 它說氣球經加拿大飛進去美國 去了加拿大領空先 當然是九流流 美國方面它做了一個模型 就模擬一下那個氣球 究竟怎樣會飄到過去美國 這個是可能的軌跡 它就由中國飛飛飛飛飛 飛去太平洋 會飛過日本的 也會飛過韓國的 韓國又看不到 日本又看不到 然後就會飛到美國的阿拉斯加 美國的阿拉斯加又看不到 那麼去到加拿大 加拿大又看不到 那麼要去到美國的Montana 那麼美國才能看到 整件事就很奇怪了 結果就 這個模型呢 這個模型呢 其實就是 美國的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US Department NOAA 這個 他們的部門 叫NOAA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他們有一個模型 就是叫做 HYSPLIT 這個就是 看看那些風是怎樣 計算的 就是那些風是怎樣向的 就是在那個大層那裏 高大層那裏 那個高度是去到 14000米的 就是4萬6000尺 那裏 那本來這個模型呢 只是計算一下 那些污染物 是怎樣飛過去的 那現在呢 他就 用這個模型去猜 究竟那個氣球是怎樣 飄到過去 其實他們都知道是飄的 其實說 美國佬他 老實說 那些科學家 其實都知道 當然不小心飄過來 但是你看看美國政界的人 他當然說 你中國特意飛過去 哈哈哈哈 那些科學家其實是說漏了口 其實說句真話 那些科學家 其實當然知道你的氣球 應該是失控了 在那些地方失控了 然後再飄了過去中國 不是飄了過去美國 其實是失控的 那美國佬 現在他們出來說 是專門的 其實都是國防部那些人說的 和美國政界的人說 那麼BBC 為什麼會有這個專題呢 他的專題就是 是不是真的 好像大陸所說 是真的那個氣球 是不可抗力的原因 吹走的 那專門就是去探討這個問題 就是BBC 哈哈哈哈 其實BBC 當然就說 這個也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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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現在你是不是追蹤到 那個氣球的路線 那當然追蹤不了 是不是 當然沒有辦法追蹤的 但是 你想想一下 一件事先 就是現在那個氣球 它是不是伸過 BBC說出來的那條路徑呢 那麼 也都不是 也都不是啦 哈哈 BBC這件事 就很聰明的 它就完全沒有解答到這個問題 但是你想想想 就是 好像這個氣球不是失控的 好像是計劃了 好像特地放去美國自由航行 就是 因為這個論述 中國氣球不是失控 是刻意去美國自由航行 有些人都是 在我們 在這節目下面留言 國家說了 不可抗力 那麼 你就強硬說國家有能力做 那什麼事啊 你們說什麼 當然 我們國家是無敵的 當然有能力做 哈哈 那當然不行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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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魏民香港就是 日本加拿大都看到氣象氣球 所以沒有理會 但是那個說是間諜氣球 於是兩個都說看不到 看不到 等美國 哈哈 領頭功 但是不是啊 其實它先去了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都是美國的地方 哈哈 你明白嗎 哈哈 所以 好了 大件事啊 哈哈 那法拉斯加就說 不如說中國可以重製到風 這些陰謀論 又是很神經 什麼氣候武器啊 那些 現在是有人相信的 美國有 大災難的時候 又說 這個是蘇聯的氣候武器 哈哈 搞美國 有些人是相信這些 阿拉斯加說 無疑就是做事 其實是這樣的 其實無疑不了 其實中國在哪裡 做這個研究 它那個氣球在哪裡放上天的 其實 我想 國家都未必真的知道 很老實說 如果不是去問 做這些研究的那班科學家 他們根本都不知道 還有他們放氣球 就不是放一個 因為之前 我看過那些央視的紀錄片 他們放一些氣球上去研究 這個 就是天氣氣候變化大氣層那些東西 那些科學家 他一放就放很多個 哈哈 哈哈 即是現在美國都找到兩個 可能其實 根本就有很多個 這些就 哈哈 BBC當然厲害了 他就說 這個氣球 裡面 就是害氣來的 那 哈哈 真的會用害氣呢 我不知道害氣很貴的 另外 就是說 他有個 那個 直接畫了一幅圖 BBC 其實那幅圖 就完全不像 那些相片 那些 不過他畫了一幅圖 他就說 有太陽能板 提供能源 可能裡面有什麼 有相機 有雷達 還有傳感器 還有 有 這個 有 華為 5G 差不多是這樣 哈哈 哈哈 我也覺得 這件事好笑 其實 沒辦法 只能夠說 哈哈 沒有辦法 他都弄了一幅圖 那 BBC 到最後 就沒有說 是不是 確認 好像 中國 那樣說 真的會 吹離 這個 預定的航線 哈哈 他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但是 我告訴大家 這些陰謀論 其實 很多時候 很奇怪 不知為什麼 中國傳開的陰謀論 傳開去的陰謀論 和 BBC CNN 那些報道 是不謀而合的 究竟 那些陰謀論 是哪些人散佈的 我就不知道 就是 國家說了 這個是意外 不可抗力 你就說不是 哈哈 是不是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那 我就是村偉司的老爸 中美上面這麼多衛星 洗鬼肉氣球 其實 他用氣球一定是研究氣象的 我不敢寫百分百包單 但是 哈哈 根據我的認知 就是 你要拿氣球上去研究 就要取氧 因為 你衛星的傳感器 它分析 有些東西是不準的 尤其是 要 CFC 那些 特別會影響 那個臭氧層的氣體 那些 它要取氧研究才可以 還有 在 大氣層裏面 某些氣體的含量 它要 用辦法取氧才可以 其實是 你想想一下 取氧才能做得到 那 就不是說 衛星那些可以看得到 或者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那 那 毅民香港就說 中國人控制到封 孔明借東風 還不是正 孔明借東風 是小說的 哈哈 哈哈 即是 你說 借東風這個 是借的 不是真的控制到 哈哈 哈哈 所以才叫 那 Pingy Pingy就說 美國人家瘋了 還不借口 搞大件事 其實你看到拜登 都不想這件事搞得太大 但是 共和黨 去夾到他們 無法搞 一定要搞大件事 那 Viu Wu 他就說 這個都是臭氧層 要拿取氧的 其實 氣球 主要都是用來取氧的 其實 怎麼取氧 他就這樣的 他 他有些辦法 老實說 他有些辦法做得到 但具體當然我不懂 即是他們 那些紀錄片有說過 他有辦法 就是 放一些氣球上去 氣球就可以 在 高 位 這個不是高位 這個叫做高度 這個叫做高度 在很高的高度的時候 就是太陽 這個 這個 臭氧層 那些地方去取氧 其實就是 那究竟是怎麼做 我也不知道 具體我不懂的 具體我不懂的 這個一定要說 對不對 但是 很粗錢的看法就是 這次 就是美國 他撿到手召 撿到中國手召 其實對中國 都是不利 但是你說 不是喔 很有利喔 現在我們這個氣球很厲害 可以隨時飛過去 唉 就是 你被人這樣撿一撿 其實 真的沒有什麼好處 你想一下就知道 真的沒有好處 不是喔 美國 就是那個晶片制裁有效 那些是開玩笑的 你說 用氣球去做 其實一向都有用氣球的 如果真是學術研究的話 很多時候都是用氣球的 如果 現在搞到這樣的情況 有些是 就是 很老實說 是 騙人的 那 那有些網友就說 他們的戶口又被人封 那 都提醒大家 盡量上訴 就是這件事情 希望大家真的幫一下 還有就是 這個氣球這件事 是 中國呢 你留意一下 是 外交部是不斷淡化的 你留意一下 中國外交部正在做的事情 所以 你不同意中國外交部正在做的事情 都不要緊要 但是你不要幫 我覺得 不要幫 西媒一起去作故事 去搞中國 我覺得這樣 是不道德的 就是我操錢的抵法 就是 那麼 多德車說 這次是名屈的 難道又要賠錢 那麼他這樣說 賠錢就不用賠的 我覺得就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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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當然是 借些衣 搞大這件事 是 是 借些衣 搞大它 那麼 如果是間諜氣球 就不用白色 用天藍色好一點 其實 其實整件事 我覺得 就是 是不幸的 就是 被美國這樣撿到這件事 是不幸的 那麼 其實國家有沒有 就第二個 氣球 就評論 其實就沒有 到現在都 暫時都沒有 其實 就是 有人說 就在 委內瑞拉的上空 就見到 一個這樣的氣球 那麼 其實 我的看法就是 研究那些人 他不只是放一個上去 就是 我的看法就是 你找到很多個出來 其實 應該都是科學家的 我的看法就是 就是 沒有陰謀在後面 是 我操錢的看法 是沒有陰謀在後面 那麼 那麼 一個氣球都搞到美國 騰騰陣 那麼 其實 美國是不是騰騰陣 我又覺得美國不是騰騰陣的 他是假裝借題發揮的 就是這件事就是這樣 但是 他借題發揮有沒有道理 他這次有道理 真是 撿到你的氣球 對不對 就是 有些人在亂傳 就說那個氣球是 就是 真是間諜 國家專程派過去 那些 這些是狗說的 我認為是 國家說了 這個氣球 基本上是不小心的 這件事是很不幸的 還有就是 不可抗力的原因 飛了過去 那就不可抗力了 我是同意這件事 就是 哪有這麼多陰謀論 對不對 就是 如果你繼續在這裏說 是國家專程派過去的 消耗一下美國的導彈 這些 哈哈 真是老實說 如果真的要消耗美國的導彈 就不是放一個 是放幾十個 對不對 哈哈 真是老實說 對不對 好了 講到這裏就算了 休息一會兒 回來講講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兒 不錯 哪兒 boss 不是心情 你會想給我 不是心情 把人壓到 你的氣球 好 看 然後 你 看 不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